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国民党基隆市长初选民调大搞乌龙,前移民署长谢立功在上午被宣布显胜议长宋伟丽,不料因民调公司误职,结果大逆斩,宋凡以一。 568个百分点差距显胜谢引发争议,蔡振元也在脸书痛批用民调决定提名候选人的方式。 国民党前政策会执行长蔡振元在脸书表示,政党用民调来决定提名候选人,全世界只有台湾这样做,他指出全世界政党初选用党员投票,党代表投票,党干部投票通通有,就是没有人用民调而民调公司出包,导致早上这个人胜选,下午换另一个人,赢家便输家,蔡振元痛批,这是什么玩意? 而从胜选变成败选的谢立功不满到市党部抗议,要求查封民调电访光碟,表示无法接受如此戏剧性的转变,希望调查作业能拉高到中央党部层级处理,才有说服力和公信力。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表示,因为民调公司乌龙,原定31日中常会通过基隆市长提名人选,将顺严并追究全方位民调的责任,提出损害求偿。